哈喽大家好,我是Seven 今天呢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黑屋买到的一些便宜又好用的家用小电器 首先呢是这一款空气炸锅 我是在Best Buy买的 大概是69块9毛9 原价大概是 原价大概是150左右 然后便宜了80到账 当时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还有另外两款也在打折 经过我们的一番筛选之后呢 我们最后选择了这一款 首先呢它的容量是最大的 它有5升 用力的拉下边这个扶手 就可以看一下5升大概有多大 所以几乎就是放两块牛排就没有别的位置了 如果想煎3块牛排的话就有点困难 然后选它的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有function的空气炸锅 因为剩下那两款呢是没有function的 就是说自己去控制它的温度和时间 但是比如像是它是已经有方胜的 上面就是有写什么东西是多少温度 然后几分钟 培根然后就选培根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选面包的话 你就选面包那个按键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优点呢是它是一个电子的显示屏 就比如说你点开关 然后它这里是有直接显示说 多少温度然后你自己调 然后多少的时间这样 这个呢也就是稍微比较高级一点的地方 别的呢就是用圆圈去转的感觉起来没有那么高级 因为它是五升嘛 所以它外形特别大 然后又是一个圆形的外形 所以就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宇宙飞船的那种feel 而且我觉得冰击炸锅是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 就是我们已经用它做了好多好多食材 就比如像是炸鸡排 然后牛排 然后还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花枝丸 然后还有炸豆腐 然后烤香肠 反正就是数不胜数的那种 然后我最期待的就是我想要拿它来做一次蛋糕 因为挺多人反响就是它做蛋糕做的还挺好的 但是它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因为它体积大 所以它比较占位置 如果家里比较小的朋友呢 可能要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像我们家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它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声音比较大 就像刚刚的按键声音也特别大 然后呢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声音也特别大 就是比抽油烟机的声音还要大 不过这两点缺点的剩下的地方 我都是觉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去买一款空气炸锅在家里 就是对日常的吃饭 就是比较懒的小伙伴们 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家用小电器 就是几乎我们现在每一天做饭都会用到它 第二个家用小电器呢 就是这一款咖啡的磨豆鸡 它的价格呢对于磨豆鸡来说是相对比较高的 原价大概是五六十刀 Amazon上有很多便宜的磨豆鸡可能就是二十刀这样 因为首先它的外形就很漂亮 然后它的材质也很好 就跟刚刚那个空气炸锅的材质是差不多的 这个磨豆鸡是真的真的真的巨方便 看过我以前Vlog视频的朋友就知道 我之前做手冲咖啡 我用手去磨那个豆子 手磨的机器的时候呢 是完全是因为觉得它很好看 所以才买的 然后买回来发现它真的是太不使用了 就是你每一次喝咖啡之前 你要想到去磨那个豆子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算了我不喝了 因为那个太累 就是你偶尔去磨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OK 但是你每天喝的时候都要去磨就受不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咖啡磨豆鸡 其实它不仅仅是可以磨咖啡 它还可以磨任何东西 就是只要你想磨的它都可以 因为我已经试用过了 所以它的格子会很脏 但是你没有办法 它就是会这样变脏 你要拿那个刷子去把这些豆子都给清理出来 然后你转开它就拿出来 然后它这一个容量是可以做12杯咖啡的 所以其实还挺多的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优点是 它送了你一个这个盖子 就是你磨完之后 你多余的咖啡 你不需要再倒到别的容器里边 你就直接放在这里 然后盖起来就可以很好的密封保存了 就相当于送了你一个密封容器 它的使用呢也非常简单 它没有别的按钮 只有这一个按钮只要你按下来 根据你放的量 跟你想要磨的粗细 自己控制它的时间就好了 一般真的就是只用几秒钟的事情就搞定了 加入一勺咖啡豆 然后点一下这个面 咖啡豆就磨好一个非常快速方便的家用小电器 第三个好用物呢是这个结牙器 因为现在疫情嘛就是比较难出去洗牙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结牙器在家里面 方便自己清洁自己的牙齿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注意牙齿卫生的人 从去年开始吧 我就是特别注意 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有蛀牙跟牙齿尖尖的变黄 我就有点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我也是在Costco买的 因为我之前是对比了Costco跟Amazon的价格嘛 Costco是买一个这 再送一个小的洗牙器 然后再送一个这个盒子 每一个机器呢它都配有六个头 有些是刷头 然后这个是小刷子 就是刷那些很小的那种缝隙的那种 然后还有这个是尖头 上面还放了一个放刷子的盒子 然后把水呢装在这个透明的盒子里 盖上 放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在这边选上你想要用的刷头 然后像这边呢是开关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压力强度 就是目前为止我只能使用到一档 二档的话我觉得功力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太大 就是牙齿会酸 然后会有很明显的出血 因为我的牙齦不是特别的好 我平时刷牙的时候也会出血 所以就是大家要一点点慢慢的去调节 不能说一上来就是功力特别强 你可以从一开始然后一直尝试一直加强这样 虽然我觉得它的效果呢目前来说没有说特别的明显 但是的的确确就是有些牙齿刷不到的地方呢 它能帮你清洁的很干净 特别适合爱牙人士 最后一个想要分享的好物呢 就是这一面镜子 就是我无意间在Costco里面遇到的这个镜子 它的价格呢是149块9毛9 我个人呢还是很喜欢这个镜子呢 因为它占据了我想要镜子的所有的优点 一个是它的大小size是我想要的 第二个是它有LED的灯 第三个是它可以斜面的放着 然后它的后边呢是配了一个standard的 所以你的镜面是可以是斜着的 就这个斜着效果呢就会拍得你的腿比较长 如果你不想要斜着呢 你觉得斜着比较占位置的话 它还给了螺丝 然后这些螺丝呢是可以帮你定在墙壁上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全部内容了 希望我的分享呢会对大家的生活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关注评论加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